合約 誒 嘛 我的這次芭比 要再傳播完了 你現在又點了 阿晨烘 一定要看 海拔 這直播也不要看了 要怎麼辦 一定要是在江晨烘的拍位 對啊 沒有 這直播要看 我是沒了解 他到底是知道多少事情 所以說他的直播 我們一定要看 請問一下 來 今天臨時鄉雄國電話要開直播 我不知道有交流到大家嗎 我相信今天大家一定很好記 我今天有個要說什麼的秘密 台地王子 小皇后 你們的衣服都要做好事做好運 不然待會將你們走到 為衣服搬路來 好 好 一開始 我先說這個故事 這個故事 裡面主角是這個歐社會的老大 這個歐社會的老大 很疼他自己的孩子 不過因為 他非法 他犯罪 所以得不到害怕 就在這個時候 他的孩子 所在台灣發生一些事情 這個歐社會的老大 他很有社會 也賺很多很多錢 還要做到所有的伴侶 回到台灣看自己的孩子 最后一遍 經過他過年以後 他終身無法度回到台灣 也一直在找他的媳婦 要跟他找不到 到現在要找不到 是呀 是呀 他敢不說出我和俊豪 是在海國的事 老大 我相信你應該 有在看我的直播這麼對 但是這樣 我給你一個中心的建議 你若是真的想要找到 你會找我孫 你也可以去問你這個 是孫太太 因為第一的疲憶 就是因為他的蘇生 他丟過他 我母親的娛樂 他剛才 他跟你找到十五孫以後 他現在我母親 在那裡的財產 來奔給人 他還有就是 卡蘇這個十五孫 如果是現身 恐怕他沒兒子 他要他日子的真壞過 你 你聽說 你和你媽所做的這些事情 都沒人知道是嗎 人家是在說 暗夜是驚久 茶飯的豬條鬼緣 因為我 就是這麼鬼 每一個人的心裡 來 弄白當工的BB 你BB是誰 好 別的內容 你跟路前載 希望大家 也能繼續 想看我一直播 拜拜 小妹 你都在说 你感谢我 你感谢我一早上的日路 你感谢我一早上的日路